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搬车计划 由大家选择记忆观看 等同于上述的小管 好 来进入直接进入到搬车计划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整体市场目前的一个情况 那这周我们看到是有重要的数据啊 然后呢这个数据出来的结果 也跟我们预想的有一定的吻合吧 不能说完全的一致啊 但确实是市场的反应更为重要是吧 我们的预判不重要 因为我们的预判不能代表市场最终的走势啊 你算老几对吧 市场的反应才是最重要的啊 那市场是一个所有智慧的一个 一个集结体 有点像这个新栅里面的虫族的这么一个感觉 对吧 他会决定一切 那市场现在决定啊 大盘可能还是要往更低的位置去探 也就是说继续的一个阴跌啊 向下探的这么一个节奏啊 这是我们看到最近市场可以给到大家的一个感觉 对吧 也很较比较明确的啊 我们看到最近市场一直在跌 包括啊 这边可能还会有些地缘政治的紧张啊 这个之前我们也说过的啊 这个问题确实挺麻烦的啊 地缘政治的紧张一旦出现 市场可能会呃 直接摆烂啊 直接摆烂 什么东西都不管了 对吧 我管你加息加多少 我管你经济 管你数据 财报怎么样 直接往下跌啊 那这个是短期的地缘政治风险所导致的 那我们大家如果有关注新闻的话 也可以看得到昨天呢 就有这个台湾的法案出来 那如无意外的话 很快呢 也会在国会通过 然后呢 来到拜登的桌前签名 最后实施啊 那这里呢 无非其实就是增加了这个台湾问题的这个在全世界的这个紧张度了啊 那中国这边呢 也刚好啊 来到这个上河 上海合作经济组织 在哈萨克斯坦中亚的这么一个会议啊 然后跟普京有了见面 包括还有印度的总理啊 伊朗的最高领导人精神领袖等等 这些可能都是啊 美国的敌人 对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包括现在印度的话呢 也选择了国家利益大于一切 选择疏远美国 然后呢 跟中国或者俄罗斯有更多经济方面的合作啊 那当然美国也不能把印度怎么样 对吧 印度这边可能选择还是以发展经济 作为一个不能说完全的旁观者啊 但是呢 是在 呃 鱼蚌相争啊 鱼翁得利的这么一个感觉啊 在旁边看着 所以我觉得这边从国家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呃 俄罗斯这个股市基本上已经没得看了 对吧 很多股票在中在美国的已经没有交易了啊 退市了 到OTC了 包括俄罗斯的股市好像也是开一天停一天吧 好像也没什么特别关注了啊 但我觉得印度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到印度的这个ETF啊 国家ETF 这个是我在最近在看这些政治新闻的时候啊 当然我觉得政治新闻不需要过多的去观察 过多的去解读 因为把它当作是一个短期的事件噪音就可以了 但短期的事件噪音往往会产生一些机会啊 就像我们之前说的 只要一打仗 市场底部就出来 因为在打仗之前市场会有预期先提前跌下来 对吧 然后打仗的过程当中或之前之后到底谁是受益的 这个从国家或者说大的品种来说的话 也可以去深究的啊 那之前我们说过 如果物额战争打起来 那油价可能就起来了 对吧 黄金白银会不会起来呢 我们看到黄金白银好像在物额打仗之后 也起来一小波吧啊 但也没有说特别夸张的 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油价啊 很快的在三月份是创下了一个高点 然后我们看到大众商品很多也是在打完仗之 这个开打之后啊 很快的冲高 然后最后回落下来 所以就这里有意思了 对吧 打仗往往会产生一些关键性的交易机会 往往是转折点啊 那正是因为大众商品的触顶导致了美股的触顶 我们看到美股的大底是在哪里呢 其实就是在刚刚开始打的那一个差不多的时候 对吧 然后弹起来 然后后面呢 我们看到给了更好的机会再上来 那这边如果说台湾问题演变成更大级别的问题 也就是市场现在可能所担忧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确实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是有可能的啊 之前我们在看一眼就说过了 这是有可能的 但在当时来看 这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现在来看 我们看这个世界格局呢 也开始出现了更多明确性啊 以欧美为首 英美为首的这种发达国家 是吧 资本主义国家 原帝国主义国家啊 现资本主义国家 然后现在呢 还有一些受到这些国家所排挤的 比方说伊朗啊 还有俄罗斯 是吧 受这个这个算是欧美联盟啊 这个制裁的 然后还有中国啊 也是受牵连的 然后现在台湾问题 也是也是很麻烦的 很棘手的一个问题 对吧 啊 那我觉得如果说美国不断的去挑衅啊 或者说美国不断的去搞事情啊 那这个不捉不死啊 就像美国的背后搞乌克兰是一样的道理 最后呢 没办法 是吧 普京大帝只能去打 是吧 啊 那现在可能也是 会不会是同样的历史 在一年重演两次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五十五十的 我没有办法去 很准确的告诉大家一定会打 也没有办法告诉大家一定不会打啊 我觉得看市场的表现 看看台湾的股票就知道了 台湾的股票 如果台积电股票是这样的反应的话 而且这边如果是放量下跌 没有任何量能去支撑他的话 没有量能去支撑他向上走或起稳的话 至少跌 缩量 如果是放量跌的话 我觉得这个要小心啊 补了这个缺口 可能是第一目标 会不会站不稳甚至跌穿 那这个如果是站不稳跌穿 那意味着说打的概率会很大了 打的概率会很大了 另外还有台湾的 etf 台湾的etf 其实基本上跟这个台积电是差不多的了 当然因为是这个 ewt 是吧ewt 啊 现在也是在双底的位置 打还是不打的 我看这个感觉好像是要破位的 啊 因为这么放这么大的量下来 而且最近还在放量下来 并没有缩量 而且也没有出现放量的像之前这样的放量的反转 所以我觉得这里会不会之前的这个佩洛西访台 出现了一个反转 但这不是真正的反转 只是一个下降趋势的一个测试 那现在可能还是真正的考验 到底打不打 到底破不破位 那如果台湾台积电破位的话 那意味着说打的概率是在增加 市场是在有这样的预判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确 另外的话呢 还有包括香港问题 之前很多同学说 香港是不是跟台湾也是一样的 那我觉得香港问题跟台湾问题 是有类似之处的啊 但是香港现在更多还是一个经济问题在这里面 受外国经济的冲击比较大 内陆的帮助也不是大 所以导致香港经济的末路啊 那我觉得香港之前的问题 其实跟台湾的问题是有一点相像 有一点相像啊 那我觉得这里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 如果说这里 香港也破位的话 其实也说明了一点点问题 对吧 也说明一点点问题 这里我们没有说什么反美舔共 对吧 我们也没有说任何占边 对吧 我们只是完全是在讲市场的一个情况而已 啊 这个没有说反美舔共这个这一说 对吧 我也没有站在任何一边 完全只是讲市场目前的一个状况 那印度我们看印度啊 印度 印度目前是表现相对来说较强 表现相对来说较强 那可以看到印度是在这一场 潜在可能会发生的争端当中 目前是受益最大 或市场认为潜在受益最大 所以我觉得这个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对吧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印度这边起来的话 有很多跟印度相关的股票 之前我们说过是可以关注的 今天涨户榜我们看也不多 我们就不多关注了 涨户榜 今天看来周五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骚动 may my trip 这个算是印度的协程 然后印度的booking.com 这个美国的booking.com 相当于说是印度的booking.com 那这个insider ownership非常的高 而且成长性也非常强 当然估值可能不便宜了 但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 涨幅是非常的可喜人的 从之前三月份的时候 我们当时提到了 这个外围股票 我们看之前有一个叫外围股票 这个列表是哪里的 里面当时我们给了几个印度的股票 还给了几个韩国的股票在这里面 那我觉得印度跟韩国 当然韩国一会我们也可以看一看 对吧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国家 那我觉得明显可以看到这个印度 是在这里会有受益的 而且跟印度相关的好几个股票 其实也是资本市场 目前我们看到资金想要去追寻的 而且这里面是否还会有更多在低位 还没启动的股票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另外的话还有就是我们之前讲到的 一个叫韩国的MX 这个也是韩国的半导体 这个是不是已经被收购了 我不太记得好像没被收购吧 这个之前是有传言被收购 但好像是被禁止了 因为可能涉及到韩国的国家安全 之类的问题 这里 这个也是韩国的股票 韩国的股票韩国的半导体 那韩国的公司好像之前还有一个叫 韩国的这个抽牌 对吧好像这个是 阿里巴巴 韩国的阿里巴巴 韩国的 Amazon 这个我们看到股价表现也是在3月份 4月份5月份 然后到现在也是快翻倍了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看到有一点特殊存在意义 那其实我在说这些的这个这些东西的情况下 并不是说我要站在哪个政治的角度 政治没有对错 只有左右 每个国家或每个不同背景的人 可能多多少少讲话会带有一些偏见 但是我们这边讲的全是市场 市场怎么看是最重要的 那市场目前我们看到韩国的ETM 好像还一般般 没有看到什么特别 这边并没有看到很明显的转折吧 那今天我们看到韩国是表现稍微强一点点 另外呢日本 大家也可以看看日本 日本我觉得是在这一次当中 目前来看 之前安倍的事件是涨了一波日元大跌 日本资产是上涨 那现在的话我们看到全部跌回来 甚至有破位的这么一个迹象 感觉市场是不太看好 这个美日啊 其实亚太联盟当中 比较重要的是美国跟日本 以及对这个各方的这个势力的一个牵制啊 那日本可以看到市场这边也觉得 日本这个国家可能在接下来的事件当中 那是不是也不会占到什么便宜 对吧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很明显市场这边 喜欢的是什么 印度 甚至韩国可能表现也还可以 表现可能还可以 除此以外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中国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差 尤其是中盖我们看到是破了最近的一个关键性的低点 然后现在就说往五月份这个低点甚至三月份这个低点去走 这还有一个很大的缺口在这里 无论你是看fxi 还是看 A30 还是看 这个KY 对吧 其实我们看都是要往这个缺口去补 KY可能相对来说强一点点啊 我觉得中盖互联网这边可能已经是明显有强势出来 然后看整个中国的ETM也是要往这个缺口去补啊 然后回测五月份的低点 甚至三四月份的低点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大家要小心啊 这个明显可以看得到 中国在这里可能也占不到什么便宜 对吧 也可能占不到什么便宜 那有同学说越南 越南确实也值得看一下 越南的代码应该是VMM啊 越南其实在这一次 全球通胀啊 包括这个贸易战影响当中 受美元大涨影响非常的大 只要美元是涨的 越南就是往下跌 当然最近我们看到越南 慢慢想要走出来这样的一个感觉 同时我们看到在7月份是放了量 8月份这里放量涨了之后 现在目前又开始放量往下跌 感觉越南在这一次当中 可能也不一定占到什么便宜啊 而且我觉得越南可能更多 不会是跟战乱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更多还是受美元的影响比较大啊 硬这个是中概看涨三倍 那我觉得硬中概看涨三倍 如果说之前我们说的破了58 那很有可能就是往5月份 然后3月份那个低点走了 那这个位置大概就在50 我们看这个位置现在是 好已经破掉了啊 已经破掉 因为它有杠杆性耗损性 已经破掉这个位置啊 这个低点已经破掉了 56已经破掉了 那现在是没有任何支撑的状态 但我觉得好就好在这里量不是非常大 啊 我们看到是缩量下跌 方量涨缩量下跌 那我就还是有希望的啊 那我就需要说这个事情有一个了断 就是针对说呃 现在呃 以乌克以这个俄罗斯中国啊 为首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合作 或者说联盟国吧 不能说联盟国了啊 就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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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美国的啊 就是也不能说反美啊 跟美国对立的啊 这么一个势力 对吧 可能现在用词都要非常的 非常的谨慎啊 要不然很容易触碰到很多同学的神经啊 啊 那我其实还是不想讲政治东西的 但是我这边纯粹是分享市场啊 那我觉得对立面的直接 对立者 其实都不会受益 反而是在旁边旁观的人会受益啊 那我觉得新加坡像新加坡 新加坡的代码应该是这个 DWS啊 像刚刚同学我们说过了印度 是吧 我觉得不错 然后韩国还可以 越南那一般般 我觉得新加坡 那其实也受到美元的影响比较大 但我们看到新加坡更多跟越南走啊 新加坡更多跟越南走 所以这里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新加坡啊 甚至新加坡的感觉比越南要更强一点 这边我们看到明显是缩量的下跌 没有任何量的下跌啊 就我觉得大家如果说 关注这个全球资产的配比的话 是否可以考虑非美国以外的 甚至如果说不喜欢中概的话 还有别的新兴市场国家 像新加坡啊像印度啊 以及相关的这些股票相关的品种 能不能打开这个思路去看啊 这个是我今天想讲的主要的内容 而并不是说想要干嘛干嘛 对吧 大盘方面的话 美股大盘 这我们说的比较明确了 整个周期图还是往下走的 所以这里呢日线级别 还是会继续都向下看 3850 这里是潜在的一个支撑位置 3823 24我觉得也是一个关键的位置 有可能会被测试啊 测试完之后可能会出现反转 那我觉得这个位置是值得关注 对吧3823 那很有可能会跌到周二周三 也就是下周的加息日前后 可能市场才会出现重大的反转 如果大家要抄底的话 我觉得先不急 对吧等待机会再去抄底啊 百度我觉得没什么值得关注的 百度属于是老大哥 没有什么成长性但也看不到什么特别的东西啊 当然你说跌多了抄个底可以 但是如果现在 整体中盖 我觉得还是偏有负面影响的短期的话 有噪音的话 还是要规避一下 那如果说你之前买了 跌下来了 那现在也没有办法 我觉得只能继续持有是吧 然后等着他如果回来了 你再把它除掉啊 如果说你不着急用这笔钱的话 如果说你着急用这笔钱去买别的东西 认为别的东西可能会更赚钱 而不是套在这里的话 那你可以考虑选把它除掉 然后换成别的吧 当然在这之前你没有决定的话 我觉得拿着他也无可厚非啊 也无可厚非 好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么多啊 那还是要跟他抱歉一下 因为我并不是想讲太多政治的东西啊 但是在讲国家啊 讲这个短线的一些新闻噪音的时候 可能还是会带有一些个人的主观的意见啊 但是大家可以屏蔽这些声音 对吧 看市场 这个是我想说的 对吧 看市场 告诉我们这边是怎么走啊 印度新加坡 我觉得这里面可能会是受益的 包括越南韩国是吧 这可能是关注的一些国家啊 渔榜相争 渔翁得利啊 那这个典故大家也都知道了 那可以看到金融市场里面 也似乎在上演的这样的事情啊 历史总是在不断的重演 那今年会不会看到第二次的重演啊 那我觉得大家都不想看到 对吧 但是 Let's see Let's see 这东西不是我们决定的 但是我们可以决定 你的眼光放在哪里 你的钱放在哪里 对吧 好 感谢大家对我们公开课的支持 祝大家一个愉快的周末啊 也希望这个周末相安太平 想要求更多信息 可以拨打FestShare的客户转件 以及电子邮件 ChineseatFestShare.com 官方微信符号 FestShare